大家好我是翁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我們出發 賣分400等的困難副本 決戰黃金窮頂的補師攻略 這一次BOSS有很多的施令相關的技能 這個技能玩家們就是必須要靠走位 然後來閃躲相關的技能等等的東西了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陳戒飛彈的部分 坦是要開減傷的 陳戒飛彈的位置這邊的話 我方的輸出以及還有補師是不能夠站在那邊的 否則真的超級痛 然後在輝光劍雨的部分這邊是要擊破 如果沒有擊破的話建議也是開弓盾 但我們待會的實戰是沒有開弓盾的 以及還有這個光輝鑰匙的這個技能 這個的話也是要開弓盾 但我們自己待會實戰是有坦住 所以我們目前的話是沒有使用到弓盾的部分 再來看一下是補師配置的部分 我這邊的話直接先把主線的這個技能把它轉過來 補師因為這一次其實也不需要用到進化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帶裙補 灰光聚焦以及還有恢復 相關的被動就跟之前都差不多 接著主要的話就自然之力 以及還有活力回環 然後再來還有療癒魔力等等的配置 然後接著我們賣勒獸的部分這邊老樣子 就是我自己的話依然還是魔魔狗啦 搭配的話是膽暗之書 魔導共鳴以及還有不可見之友 然後接著貓貓包的部分這一邊 我們是有把大部分的被動都有開起來 主要的話外殼兩個的話都是有加攻擊力的了 所以攻擊力有加到8%以上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自然的這個效果也是有直接觸發的 有提升額外的命中率 然後再來看一下屬性的部分吧 我自己目前這邊的命中率稍微不太夠 只會要再稍微補齊一點點 然後還有爆率跟技巧也有拉高嘛 極速的部分也拉得蠻高的 然後再額外要拚全能 然後再來還有治療額外的這個效果 這邊有稍微把它拉起來是提高到60多%以上 那騎友會的部分 一般的玩家是可以直接先參考用紅光 只是卡皮巴拉這一隻角色啊 他的這個技能 其實他是有所謂的36秒 效果結束之後他是會減半的 等於說他還是有常駐的額外提升攻擊力的效果 以及還有造成傷害還有治療的時候有額外的恢復量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之後的騎兽 我應該會拚這個卡皮巴拉把他好好練上去 接著就來看一下是我們整體補師相關的實戰攻略吧 接著就來拍了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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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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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